如果兩位選手在2022就被檢測有問題 你們為什麼會有控制他們呢? But they are girls I don't know why I got to prove myself 這其實是一個邏輯性的問題 如果兩位選手在2022就被檢測有問題 你們為什麼會有控制他們呢? 因為這樣說他們在2023是一賽進行比賽 而他們就是女孩子也就知道被檢測是有問題的 按下三期消息的確定 然後被寫搜尋的問題就有多理哦 OK 啊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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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說她的確是會被檢測有問題 But they are girls They don't know why I got to do it 就算少了 No, they were tested in the red team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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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好嗎? 好嗎? 好嗎 可惡 表白 你才懂得接你 说你喜欢琳重灭 要allen地走 可能要是 如果一块 尽力让你 pain 因为我觉得 这个 virus clinicians 因为 我看新 一化 除非 Также 问问 quando 反正 不不及 rian 而来 因为 就 说 请问 如果 做 当晚她出战保加利亚的选手斯塔聂娃 双方击战了三个回合 最终以5比0击贵了对手 确保有一面同牌入仗 那么从第一回合开始 林玉婷就用充分的身材优势 主动攻击对手连续几拳都确实的击中有效部位 林玉婷虽然主导了战局 但也以3比2险胜 第二回合林玉婷还是掌握了优势 但是斯塔聂娃的情绪有些失控 一度疑似犯规扯到了林玉婷 幸好裁判们一致认为林玉婷的攻势 那么最终是以5比0拿下 到了最后也确定就是有一面同牌入仗 今天晚上除了林洋的金牌战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之外 另外这一次拳击项目 可以说是中华队的奖牌库 马上再等一下 中华队的全级好手林玉婷 就要来出战57公斤级的八强赛了 但是只要再打这一仗 如果他这一仗胜利了 就可以确定他也可以把奖牌带回家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次林玉婷八强赛 即将就要对上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好手 那他是谁呢 也就是卡梅诺娃 那这个人其实他们两个曾经 在去年的市井赛就已经碰头过了 当时林玉婷是已经拿下同牌的状态 可是最后资格却被取消 那这个同牌的资格就由保加利亚的选手上去递博 那这一次疑似保加利亚的选手 又想来使出这个小动作 就是因为林玉婷现在深陷这个性别争议的问题 所以现在保加利亚的选手就联合匈牙利 向大会提出以选手反捍卫女性运动员的权利 觉得林玉婷不应该再来出战比赛 这样子是不公平的 可是不公平在哪 林玉婷明明也是女生啊 我们可以来看到 其实这一次呢 为什么大家都很好奇 明明拳击比赛 这些拳击选手都比赛比了这么久 性别风暴说来就来 而且甚至有越演越烈的情况 就是因为呢 有人指扣了 就是国际拳击总会再搞鬼 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这一次呢 巴黎奥运俄罗斯是没有办法来参赛的 那偏偏刚好国际拳击总会的主席呢 他就是俄罗斯人 而且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早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之前 国际拳击总会IBA 就已经被国际奥会除名了 因为呢 他们常常发生 比如说裁判不够 或是财务不透明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东京奥运的时候 这个拳击项目就是 已经由国际奥会来直接接管了 但上一次呢 市井赛的时候 林玉婷他没有办法顺利拿下铜牌 就也是因为国际拳击总会 因为他性别认定不清楚 所以来取消他的资格 可是到现在都没有说明清楚 是哪里性别不明朗了 那相较于过去啊 可能你只要透过选手的外观 就可以检测出选手 到底是男是女 现在明明就已经有 更先进的方法了 可是呢 国际拳击总会到现在 还是没有说出 到底林玉婷 为什么不是女生呢 不过现在 美国也已经出来替林玉婷讲话了 表示明明经过各式各样各方面的检测 尤其是最新的检测方法 林玉婷就是女生 为何国际拳击总会还要不断的持续逼近呢 难道官方之间的纠纷 现在要上升到选手吗 那这样波及到的这些 用努力比赛的选手 是不是非常不公平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林玉婷 她现在这次比赛的心态 其实心理素质是非常的好的 那她也跟大家说 她绝对是因为对手害怕她的实力 她绝对不会害怕这一次的性别争议 她一定会顺利的把奖牌带回台湾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这期消息 再把时间还给佩颖 杰克若林竟然PO了一个文章 然后说她是跨性别 不是她就是个女生 从头到尾她就是个女生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她就告诉大家说 我的身份证字号就是二开头 我本来就是个女孩子 这方面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政府有点软弱 一直告诉大家说 我们报告给了 我们报告给了 政府太软弱 太软弱 反倒是国际奥会 直接告诉开了一个记者会 她就说不要再提这个人的名字 我们不要再伤害她 因为她完全合法合规 你说国际奥会 比我们的政府更带走 对 有很多的一个风暴 有一个冲着我们的林玉婷来了 今天我们都要讲的 蔡英文前总统 还有我们的这个赖兴德总统 全部都发脸书去支持她 这个风暴很强烈 对她造成很大的压力吗 对 其实林玉婷来讲的话 她的这个拳击路 在前半段走得非常非常的顺遂 她打拳击 为什么打拳击呢 那是因为她想要去 要去篮球队 就篮球队没有了 她就去打了拳击队 拳击队之后呢 她发现说她几乎在台湾 打遍台湾无敌手 整个三年的国中生涯里面 只有一次第二名 其他都是第一名 所以一路一路一路打上来 那打上来之后呢 她是第一种子 在东京奥运 上一届东京奥运的时候 第一种子 结果呢 第一轮轮控 第二轮竟然就输了 所以她是非常的可疑 非常的可疑 情况之下 那二三年就去这个四行赛 四行赛打到了一面铜牌 找到铜牌之后很高兴 大会通知她要过去这个地方 她以为要去领奖 站在领奖台旁边 结果没想到呢 竟然有人拿给了一张文件 全部英文的文件 然后呢 叫她的教练签名 从此事情就扯不完了 因为她说你的生理素质 检验出来不合标准 所以她的铜牌被没收 后来呢 想尽办法 她的教练去帮她申约 然后呢重新的检验 最离奇的件事情是说 她这个协会举办的比赛 她参加过了七次 之前都没事 怎么拿了铜牌就说有事 就说她这性别的 生理素质有问题 她前面参加都没问题 每次都有检验 对每次都有检验 然后呢后来呢 她这个铜牌就被没收了 被没收之后呢 她的亚运就马上夺回来 夺回来之后呢 这一次想说这个东京奥运 这一次巴黎奥运 她应该要小号的打出来 她的成绩 她的优势 杰克洛林竟然投了一个文章 然后说她是跨性别 不是 她就是个女生 从头到尾她就是个女生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她就告诉大家说 我的身份证字号就是二开头 我本来就是个女孩子 这方面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政府有点软弱 一直告诉大家说 我们报告给了 我们报告给了 政府太软弱 太软弱 反倒是国际奥会 直接告诉 开了个记者会 她就说不要再提这个人的名字 我们不要再伤害她 因为她完全合法合规 你说国际奥会 比我们的政府更带走 对 她就直接告诉大家说 不要再提了 杰克洛林她搞错了 我跟你讲 林玉婷她就是个女生 她并没有什么跨性别的一个问题 所以国际奥会站出来听我们 林玉婷她在这方面 完完全全 我知道国际奥会很难搞 而且国际奥会以前对台湾骑车来 我所的印象是并没有很友善的 对 可是这次这么斩丁结点 对 因为这次来讲 杰克洛林真的是错得太严重了 所有的比赛 你在比赛前就要检验 夺怀后也要检验 在这方面林玉婷她是完完全全 没有问题的 你看她打拳 你知道吗 现在女子拳转 你喜欢打什么 要抓 抓什么 抓保洁哥你出拳之后呢 我再来打反击 因为这样子可以确保我的优势 裁判会给我10分 可是你知道林玉婷她猛在哪里 她猛在说 如果我发现你的气势弱的时候 她会一阵出出 就往你猛打猛打猛打 就算我跟你互殴 所以你看每次比赛晚 她都是咪咪貌貌 她不怕互殴 所以她这个状况 还在这个有办法拿到这个四面排名 她很强悍的 所以我觉得她遇到这个问题 她真的是 我们要多给她支持 但是她的做法也很单纯 她就说你们在这边质疑我 那我就把这些社交媒体 我把IG Instagram 我把Meta这些都删掉 我不要看就好 你们越吵 我就当作你们怕我 如果你们不怕我 你们就不会来针对我 在国际奥会的支持之下 不是我们支持 是国际奥会支持 当然 是国际奥会告诉 大家叫JK20不要再吵了 这个东西跨性别跟她没有关系 她就是女子选手 所以有国际奥会 这国际奥会讲的就是一锤定音啦 对啊 但是JK20就是一直在她的推特 就是现在的X3一直发文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给她一点支持 因为她真的有很有机会 帮我们台湾拿下奖牌